莫迪高架请特朗普站台 是为宗教改革 特朗普当着印度人的面 大秀美巴关系 是针对中国要改变印度战略中心 2月24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反问印度 身处大选年 特朗普不坐镇国内 也不趁着工费出差 多跑几个国家 居然在没什么大新闻 大协定要签的情况下 装反异国 对象还是印度确实蛮神奇的 因为莫迪轻声地给出了自己的报价 一个让特朗普无法拒绝的价格 一个人情十万水军一百亿美金 别看这次是莫迪洞的手 其实最早 还是特朗普先缠人家的身子 毕竟大选悬得还 特朗普需要捞尽一切 能捞的选票来赢下选举 而国内450万的印裔美国人 基本都是传统的民主党票参 其政治影响和经济实力 同样不容小觑 如果能挖的这墙角 无疑有利于特朗普的选情 所以特朗普在此前八月内 跟莫迪见了五次面 还请人家专程地跑美国 牵手站台秀恩爱 当着五万印裔美国人的面 演讲表白给特朗普花式拉票 这辽机技能 能够打满打出来的效果还真不赖 特朗普一来一回 也着实地欠了莫迪一大笔冷情 而按规矩 援手装返得是相互对等的 我受邀跑你美国一回 下轮就该你到我这次公费旅游了 加上莫迪又搬了人大忙 这回特朗普不给面子回返 还还这个冷情还真说不过去 更何况还有100亿美金 至2019年莫迪邀请特朗普反应后 就抛出了无人机海上巡逻机导弹防空系统 武装直升机舰炮系统 供给100亿美金的大单子 并承诺只要轮到印度 印度就会走美国对外军售计划的路子 简化谈判流程先签了 30亿美金的直升机采购项目 一个外购军费占全球12%不止 中心耿耿直爱俄祸的南亚图劳彩 奥巴马费了多少口水都没有搞定的事 在英明国感的伟大领袖特朗普的 长袖上午下 现在100亿美金的单子 630亿已经转账在路上了 特朗普这带货的能力 哪一个师都不换 这肥楼吃进了洛克希德和波音公司的嘴里 还有印度市场第一大军火山的美好前途 你说军工业那帮大佬 还有工人们会把票投给谁 所以莫迪这100亿美金 特朗普拒绝不了 最后还有10万水军 印度什么都缺唯独不缺人 莫迪跟特朗普放话 冲他下飞机打车到集会现场 一路上是锣鼓喧天鞭炮齐名 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700万的铁杆粉会一路的给你磕头戏城 到了会场还有10万人 等着聆听圣旨老微风了 700万接风10万水军 打特朗普初到来 大小也半过100场演唱会选举集会 最高纪录也才2万人参加 再多也是示威烧他 极致受脸美言写真的反对者们 何时见过10万真心爱他宠他的支持者们 最最重要的是 上次全美450万的印裔选民们 拆16%投票他 其他的都跑去了民主党碗里了 这回几百万的印度人 接分再买个热收炒个抄话啥的 让全美知道自家的总统在外头 是管受百姓爱戴的天选知识 那挖抢脚抢轮不是分分钟的事 非必须非 就算爬也要爬到印度去 眼抽着特朗普上钩 莫迪也是兴奋的摩拳插掌 决心要做好接待工作 让领导玩得满意玩得尽兴 7.8万一碗的五星酒店 整座的包下来就不谈了 莫迪花大洽前 驻建了一支特工队 负责以特朗普为原心 将三公里以内的 流浪狗和猴子用的牵挡杆走 同时还有专门的抓鸟队 防止空军一号降落时抓鸟 当然神牛是打不得的 政府只能勾估一支军队 专门把街上所有的流浪牛 装车送出城 连牛都不犯过 更别说冷了 特朗普到凡的地方 算是莫迪经济改革最好的大本营了 但就是如此 也有150万的流浪街头 破组贫民窟 为了整改世龙 印度直接地以占用公共区域为由 强猜赶走了集会底盘 适时多户的人家 当然 印度人实在太多赶不忘 而且沿途那么多的 锅棚也确定难堪了些 莫迪想了想 大笔一挥 拨了1200万美金 沿着机场到演讲的区域广 22公里路 树满了特朗普写真的广告牌 加宽的街道 刷上了油漆 装上了金属网 实在避不过去的难民窟 就找了几百尼瓦工 气度两米高的隔离墙挡住 再图点美影友好之类的画上去 至于哪个不开眼赶上钱换忧 墙上站少的街上骑骆驼的警察军队 会教他做人的 还有网魂景点太基林 长期风吹绿山缺乏维护 还有印度人民千百年 如一律勤勤勤恳恳的 随地打小便 让整个建筑 门上了一层宗教的内卫和神秘的色彩 担心美国人接受不了 这种异域文化的芬芳 印度政府便紧急地拨款 420亿美元 对太基林来了吃大少处 景点能打个小抄 气墙扫地糊弄过去 但旁边的河怎么办 虔诚的印度人习惯了 给母亲和以爱的关注 整雕河都是内卫方员 百里清新可问 印度政府紧急地冲前 以14160升每秒的速度 往河里注入了大量清水 让这河的臭味一夜消失 这肯定是又超了哪个东方大国的作业 但这河的注完水后还是不能喝 我们调侃归调侃等客观来讲 印度政府这次市政工程还是很成功的 关纳独强就充分地展现了印度身为基建狂魔的职业素养 特朗普这一趟访问就能够推动当地基建往前跃进几年 要再来几次 怕是印度人能够整出国际大都市 直接发家制服 走上人身巅峰 特朗普在起飞前还打电话问莫迪 自己能否等11月美国大选完再访问印度 结果莫迪直接急了 我广告牌插得比庙里插箱都勤奋 钱也打了 水军也喊了 偷条热烧都给你备好了 现在你要放我搁着 谁知道等11月你能不能连了 特朗普一脸闷逼地挂掉电话 我听莫迪的语气好像不太快乐 他好像不太喜欢这个主意 于是2月24日空军一号飞递印度 特朗普终于来了 史上最贵的商业 致辞黄黄地拉开序幕 要说特朗普这人还是很有职业素养的 虽然是被强迫来的 但竟然来就坚持把事情做得漂亮 打踏上印度国土的那一刻起 无论是机场跟莫迪 及一个屏幕制拍发圈秀恩爱 还是跑甘地坟头 钱重数莫哀 特朗普都是动作到位 表情满分 给足了莫迪面子 而莫迪也是永存相报 说好的十万水军 就是十万水军 面对十万水军 几十年商业经验丰富的特朗普 做足了功课 30分钟的演讲里 又是引用了莫迪 奋为精神导师的 印度著名思想家变习的明年 又是吹捧印度两名国宝级的板球运动员 美印联手天下之旅客代 红的印度人一愣一愣开心时了 缠面极其热烈 钱到位了活干着也起劲 尽管后头 特朗普划风一转 开始催自己跟巴基斯坦的关系 呼吁印巴 请美国当调停了 地照南亚和平幸福生活 弄得印度人直接冷场 但没听见 但总的来说 这场商业还是很到位的 最后还有不得不提的国宴 印度政府深知特朗普最爱 汉堡 牛排 巧克力蛋糕 也贴心地考虑到 自家的国情不能够搞牛肉菜 于是协调后 决定了提供全数研 于是无漏不欢 连沙拉都不爱吃的特朗普 协期只加眷 盛装出席 在总统府听着经典老阁 吃着半毛钱的蛋白质都没有的国宴 感动得稀里哗啦 印度媒体说 当时的整个空气中都弥漫着爱意 想必特朗普全家也很感动吧 特朗普晚宴都没吃完 就打车去了机场 要带着感动飞回美国 行程充满甚至没有来得及 打包点印度的爱回去细品 一国之君历历万机 就是这么的饱满且充满遗憾 正是这种遗憾 当记者问他 这是访问印度有何感想时 特朗普待至许久 缓缓舒口气说道 对我来说 印度是个非常特殊非常特殊的国家 这是一个巨大的学习经验 说完转身回场 至1969年 尼克松反应后 这是美国总统在印停留时间最短的一次 按官媒的说法 特朗普反应36小时里 美印领导人举行了全面会讨 全面讨论了 包括国防安全贸易能源等问题 特朗普到印度 光吃喝睡演讲就花掉了一天 跟莫迪开会顶多也就几个小时 几小时谈了所有问题相当于每一趟 要么是分歧太大 那么就是两人压根就没打算谈出些什么 这场会不过是装下样子 堵媒体的嘴巴了 所以美国媒体才会说 特朗普反应啥事没办 不过也是 至2018年 美国对印度的甘率加征关税来 印度人已经跟中国 和美国打了一年多的贸易战了 双方虽有谈判但一直谈不拢 甚至在二月初已有分身传来 印度将对手机电动车零部件加征关税 以打击媒体 如此分歧 每隔两三年还真谈不成 特朗普可不可能在大选关键期 愣赏妥协 落人化病 而莫迪更放不着花大价钱 请老板过来看他卖屁股 所以特朗普说服了印度加大能源进口我信 但要带回一个贸易协定显然不科学